可以 就是稍微小了一点 握一下我的手 抓紧 抓我的手 对 好嘞 可以 地料可以 小手 打开 这个手勾一下 这个 勾一下 好 可以 这个也可以 它的情况是这样的 就是如果说 你要现在想保拇指 那么几个方法 要么呢 你们就是把那个 脚上的骨头取上来 要么就把手上的骨头 搬过来 两种 都可以 但一般现在 我用的更多的 就是手上的 脚上就不动它了 对对对 这里 取一块骨头之后 它的身体 是不是不影响 还好 这就是没啥影响 就是一部分 我们给它创造条件 一部分它要锻炼 它愿意用这个手 锻炼 锻炼 我们会告诉你 怎么锻炼 然后哪个动作最关键 然后你 你们家长怎么去帮它 这会告诉你 但就是这些条件 我们要充分具备 才能把这个骨头 给它做起来 我给它创造头 就会关键 想4个音乐